他不能指挥交通 那很多民众要问一般的保全 还有民间的警卫到底可不可以呢 没错 我们在百货公司豪宅大楼 有时候看到一些民间聘请的保全 他们不是这样吗 指挥交通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挡车拦车 这样可以吗 那么对此呢警方有明确的解释 这些人也只能够协助疏导 他可以让马路上的车子优先通过 但是不能有挡车行为 百货保全站到马路上 左右观看来车 哨子一吹停车手势一笔出来 就挡住原本要执行通过的汽车和机车 为了要让百货公司出来的车辆安全通过 保全人员逮到机会先挡再说 不管是机车汽车都被挡在后头 让停车场的车子进出百货 但看在赶时间的优路人眼里 实在有点气氛 如果是赶时间会觉得他很急车 就是为什么他要挡我的路 如果造成意外的话是谁要负责 是他们的人用会出面负责 还是我们自己就是自认倒霉 不管是百货公司豪宅大楼社区公寓 车子一开出停车场保全警卫尽责的为你开路 但拥有交通指挥权的其实只有警察一警或是一交 保全只能协助交通管制不能指挥交通 要先让主干道车辆优先通过 更不能有任何拦车挡车的行为 如果因此发生交通事故 保全得负肇实责任 他不能够做一个要他们停止 然后或者是拦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81条 保全不得任意阻挡车辆行进 妨害交通秩序 甚至招揽客人停车 可罚1500至3000元 经过停车场难免碰到保全人员出来指挥交通 但保全并非执法人员 只能配合交通后置协助输导车辆 但拦车挡车让停车场车子先行通过 那可是愉悦之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林志文台中财富报道